歡迎大家在每個禮拜二的晚上9點鐘準時鎖定不準不漂亮 我是怡沛 我們大家會不會覺得說最近的天氣是越來越適合人居住了 因為我其實一年四季最喜歡的季節就是秋天 現在晚上的時間你走在外面就不會流汗啊 然後覺得秋天是很涼爽的感覺 但是有沒有發現現在在 因為你看現在在歐洲一直不斷的在時裝周 巴黎時裝周 紐約時裝周等等的 因為所有的時節還有流行的趨勢其實都已經進入了秋冬 大家一定會在想說秋天還有冬天的妝感還有頭髮 其實跟夏天就不太一樣 雖然台灣的夏天跟秋天感覺溫度沒有差很多 但是你看秋天用的有顏色以及秋天流行的髮色 秋天流行的頭髮的樣子其實跟夏天也不太一樣 所以今天如果你啊可以搞定好你的妝髮 其實很多人都會把妝髮搞定好 譬如說你化妝技巧很厲害啊 你可能是40歲 你走在外面大家還以為你是20歲 以為你是大學生 如果你是20歲人家還以為你是高中生 所以今天我們這整集有請到兩位很厲害的老師 以及兩位呢 我覺得他們應該是逆天童顏的妹妹 要告訴大家到底要怎麼樣顧好妝髮 你就可以看起來年輕 首先我們歡迎的是髮型老師林葉廷老師 嗨 大家好 你看葉廷老師每次出現都非常年輕 就是逆眼 逆靈 逆靈童顏 沒有我吳靈 吳靈是不是 追求的是吳靈 而且重點是老師才剛從日本 雨柔回來 我等一下會帶給大家第一手的保養的 應該是說頭髮的那個最新的保養概念 了解 概念喔 是 概念概念喔 好 然後接著下來呢 我們今天這一位彩妝老師出現在我們攝影棚 我們應該有花了20分鐘去討論他 因為他皮膚實在是太好了 我們歡迎我們彩妝老師李芸汐老師 大家好 我是芸汐 芸汐老師 芸汐老師是韓國人對不對 對 會寫的 好可愛喔 會寫的 所以是爸爸 爸爸韓國 然後媽媽是山東人 可是我在台灣居住時間比較長 比較長 你還記得韓文嗎 記得 喔記得 對 我在那邊工作兩年前在這裡工作 喔真的 那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說 為什麼韓國歐巴皮膚都會這麼好呢 不知道應該我覺得跟我們飲食有點關係 真的 你們都吃很辣耶 可是因為韓國的辣就是沒有辣椒 中式的沒有辣椒籽 因為那個會上火 沒有辣椒籽 喔 皮的話其實很多維他命C 所以就是有美白跟 是假的 所以你們在家的零嘴都是吃辣椒皮是不是 我們會肯生辣椒 蛤 真的 你是認真 可是我真的覺得我也很愛吃辣 我覺得愛吃辣的人皮膚真的會好 是喔 人家說那種四川的女生 胡乃也都吃很辣 他們皮膚也很好 對啊 但是韓國都吃烤的 烤的皮膚超不好的耶 吃烤的 你們都很愛吃泡麵耶 對啊 沒有那個是 垃圾食物喔 那真的是垃圾食物 對 距離麵 正常的吃拉麵的時候都會被麻 而且朋友互相也說 真的喔 不要再吃了 好嚴格喔 對 你太鹹了 我們今天要跟芸汐老師好好學學 在秋冬流行的彩妝 以及呢 要怎麼樣保養皮膚彩 讓皮膚看起來像芸汐老師這麼好 好 今天我們請到的兩位呢 演藝圈也算是童顏 一位是我的寶貝 黃沐妍 哈囉 小豬 寶貝你皮膚也是很好啊 不是 我現在在旁邊我很心虛 為什麼 童顏這個主題好像比較適合他 我在旁邊好像媽媽喔 可是你年紀應該比旁邊那位還小吧 大啦 大嗎 好 我們把旁邊那位先介紹出來 因為畢竟她上次來PK 可以說是大獲全勝 我們歡迎思雅 嗨 大家好 我是思雅 思雅是真的童顏 因為她的臉 嗯 因為她出道也是有一段時間 沒錯 可是她出道到現在就長就長這樣子 對 所以我覺得我在旁邊好像我參加的是大神的主題 你不是這樣 沒有 妳今天還這裡穿著紅色好不好 對 好像我今天是要去喝喜酒的耶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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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這樣亂說 好 對 這樣是復古 是復古啊 一點點風是復古 做得好是復古 做不好的 喔 不要這樣 因為我還沒動型 好 今天很重要的一件事呢 請線上的粉絲一定要留到最後 因為我們今天有非常棒的禮物要送給大家 那一開始呢 就請四位來賓先幫我們分享一下直播喔 我自己也要分享一下 有 分享了 已經分享完了 已經分享完了 斯亞棒棒 老師也分享完對不對 我有那個 有助理幫你分享 小幫手 小幫手幫你分享 小幫手 芸汐老師記得幫我分享喔 而且要我的粉絲 林業婷粉絲趕快留言 因為我待會兒會選你 會送很厲害很厲害的贈品 喔 我們今天的贈品是 的確非常厲害 真的很厲害耶 要照顧大家就是一頭秀吧 就是你自己想要花錢去買的話 你都還要考慮很久 對 而且你在櫃上看到 你會覺得說 哇 稍微考慮一下 我們今天就是要大方送給你 讓你帶回家用一用看 純天然的喔 對 好的 我自己有分享喔 所以要抽我 抽我 今天是 你無論是斯亞的粉絲 或是小豬的粉絲 或是葉廷老師 或是芸汐老師的粉絲 你都可以跟老師說 老師我在這裡抽我抽我 OK 好 那今天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進行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我們剛好講到是彩妝 然後第二個部分呢 就要講到是頭髮的部分 那我們先從彩妝開始好不好 因為彩妝如果你只要畫得好的話 你的人看起來氣色就會好 然後年齡就會看起來小 譬如說大家猜猜看芸汐老師幾歲 芸汐老師嗎 我剛剛真的以為她剛剛 21歲 我剛剛原本猜她是 你21也太誇張了吧 沒有 我是說真的 很像是大學生畢業 我剛剛好像很可愛 我大概26歲 26、27歲 而且她沒有26 皮膚很緊繃 她皮膚繃到不行 而且她好可愛 她長得好天然呆喔 好像很適合可愛的弟弟 你是演藝圈數一數二呆的 你說人家天然呆 我哪有 好 芸汐老師你的年齡是可以講的嗎 可以 是公開的秘密嗎 可以可以說 30 韓國31歲 怎麼可能 31歲了 韓國是31歲 對 我們是在肚子裡就算了 就算1歲 她已經一生出來就1歲了 她31歲她保養得非常好 我們待會兒可以學學 芸汐老師會幫兩位女神改造一下 她跟我說她改造我 你很愛副面膜 對 就是在韓國我們有一個 我們的特殊保養法就是 一日一面膜 一日一面膜 就是每一天 剛剛那個是韓文嗎 一日一面膜 對 一日一面膜 那叫怎麼講 一日一面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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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咧 一日一面膜 醫生遠離我 就是因為面膜 我們敷就是只敷保濕的 因為其他的的話 它會有一點 美白或是抗重 因為有的人會敏感 可是保濕它是最好 就是不管你是任何膚質敏感性啊 有性啊 什麼 九遭肌都很適合 你看她單眼皮革她眼睛超大 真的啊 怎麼會這樣子 所以教大家 今天雲汐老師教大家一句韓文 一日一面膜叫做 一粒粒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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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不記得可以記得我的配喔 一粒粒配喔 好不好 好 接著下來呢 兩位女神今天要幫我們挑戰 就是在演藝圈裡面 我們看到的是台港澳 還包括日本 我們都已經涉獵很廣 幫大家選出的兩位 大家公認呢 他們應該算是年紀不是很小了 但是永遠都有童顏 所以呢 小豬今天要挑戰的對象是誰 妳好意思 我 我今天要挑戰的對象是宋慧喬 來我們來看一下 但是我覺得我可能會做成奈何喬 不行 我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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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 你是被我經紀人洗腦的 我嘴我好怕喔 好 沒關係由我來救你 好 因為宋慧喬應該也是 今年也應該快要40 應該有40了吧 對快40 快要40歲 可是她每次出現都 非常亮 從藍色生死戀到現在完全沒有變 對 而且她的皮膚一直都很好 然後她的妝容跟髮型一直都很年輕 很自然 而且都是大家想要模仿的對象 好 所以今天小豬要來挑戰宋慧喬 千萬不要畫成奈何喬喔 好 但宋慧喬的粉絲會揍我 對 不要碰殺我 來 今天小豬要來挑戰宋慧喬 芸汐老師給她幾個提點的重點 因為她畫宋慧喬的眼妝 對 基本上松慧喬的這個眼妝呢 就是韓國 就是道地的眼圓妝 那眼圓妝要注意的是什麼 就是其實你只要把那個陰影做出來 然後主要是用眼影跟眼線去堆疊那個輪廓 就是讓它乾淨可是是有放電的感覺 好難喔 然後在就是眼下一定要打亮 眼下一定要打亮 對 它會反射到眼珠的話 就會讓你覺得水水的 就是都水水的 欸 好啦 你有聽到嗎 就是要用眼影堆疊然後眼下要打亮 我最不會就是眼影了 真的假的 好來來來你就那個化妝位置 對啊 還有你皮膚就是要注意一下 有 因為我覺得注意一下什麼 水感的感覺 水感很可破的肌膚 感覺要掐得出水的樣子這樣 對 因為大家都以時以為韓妝是很 就好像很油 不是 可是因為韓國的那種 譬如說那種氣墊粉餅 打起來就很看起來有油量 第一袋的確是很油 可是後來08年 18年今年開始改變配方就是 上去是水感的 可是是你去摸的時候不會油 所以它是水感現在不是油感 是水感不是油感 喔 了解 所以這個重點要 好 小蘇你為什麼看起來一臉太怕 我很害怕啊 好 我們給你五分鐘好不好 好 希望可以模仿一下 宋慧喬的妝感 要看起來逆鈴喔 好不好 預備 開始 小豬的粉絲趕快到線上幫他加油喔 天啊 他應該要畫眼尾 我剛剛看到他的眼尾 對 眼尾 眼尾 自然往後拉長 有一點拉長 但又自然 好 各位粉絲你們現在在線上 趕快記得要幫我們分享一下 今天的直播 然後呢 要跟我們互動聊天喔 我們今天有好康的禮物要送給大家 那我還是要重畫嗎 對啊 好 我第一幕老師就說我一點畫錯 來幫小豬集氣 對對對 你看喔 小豬加油 小豬加油 加油 好可怕喔 Angelo說芸汐老師講話好溫柔喔 真的 好可惜喔 香菱說芸汐老師說話超溫柔已融化 我們今天會不會整集都呈現這樣的效果 大家是不是很愛芸汐老師啊 愛 愛 今天大家要多多留言喔 分享喔 記得分享直播喔 然後他應該有畫那個吧 內眼線吧 我覺得有耶 對 內眼線用那個 眼影 用眼影推 因為他的內眼線 要溫柔的感覺 看起來不會很 眼影要怎麼推呢 小心你不要蹭機子跟芸汐老師互動 難得做比 只有三分鐘你 我先畫個腮紅好了 有五分鐘 皮膚比較好 看起來皮膚比較好 這真的是你的彩妝嗎 是我的啊 張宣誠說 老師很帥 很帥啊 所以我還在這邊 芸汐很帥 對啊我覺得 李文麗娜說小豬加油 小豬加油 然後他咬唇妝 對咬唇妝 對咬唇妝 小豬我覺得你都在隨便亂畫耶 沒有我想要等一下給老師多畫我多一點 太明顯了嗎 這心機太深了 老師我也想要畫森汐橋的妝耶 而且老師人很好 他說咬唇妝 對對對咬唇妝 咬唇妝 要畫內眼線 對對對內眼線 他都 什麼都贊成 這樣是不是不夠 對不過小豬畫的這些 的確他都知道 可是就是像一般的女生會 就知道犯的錯 犯的錯 就是你知道 我的重點今年是什麼 然後韓清 宋慧喬的妝是什麼重點 都知道水嫩皮膚 然後咬唇妝 可是用的工具 跟畫的方法都是錯 蛤 這是我在網路上學的耶 這個是之前 幫他想念的 等一下我忘記 百萬個人看過耶 芸汐老師拯救妳好不好 對我覺得咬唇妝 畫不好的時候 就很像老婆婆 對 對 因為就是唇 很深 然後又沒有唇線 是真的 就很老婆婆 因為你知道 其實我們剛剛講童顏 因為沒有唇 沒有唇線 只有中間的話 其實看起來就很像老婆 對 就是看起來畫的沒有澎潤 對沒有澎潤感 其實感覺很像金銅玉 老師可以幫我畫嗎 是不是咬唇妝也要有澎潤感 黃沐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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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粉絲在看你 趕快 趕快 你時間快到了 對啊 加油 加油 快 還有什麼要畫修容 修容 Angelo說 我也像看儀佩畫咬唇妝 我不是想要看余希老師幫我畫咬唇妝 余希老師要幫我畫 修容啊 我想要老師幫我畫 陸比說林彥婷老師好瘦 他說你今天在鏡頭上看得低手 不是 因為他在我旁邊 謝謝 謝謝 然後李文說小豬好像不夠咬耶 因為他在等芸汐老師啊 還偷出他的意圖嗎 對你們先不要這樣 我會怕 真的真的 好了好了 他時間是不是要用完了 還有一分鐘 還有一分鐘 快點你還要弄什麼 像他這個有打光澤是不是 我說我的眼影要怎麼畫 他這個也有打光澤 正常就是很多人會以為說是 上亮粉 可是大部分是日本或是歐美的妝 比較容易上就是喜歡上亮粉 我們是就是不上亮粉跟粉餅 所以我們是用 是這種白白的吧 就從技術打底就開始 韓國人在打底妝的時候 他最後會上蜜粉嗎 是不是也不太 不太上 只有就是幫男藝人 可能要全部都卸掉了 可是為什麼你們可以打出來的感覺是有光 對啊 而且是有一點 對我們用彈的 對我們用彈的 我們用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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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每一個都是用彈的 都用彈的 因為我們從乳液開始就是用海綿一直彈 對 然後從頭到尾你的這個就是從我前面保養的時候 就開始含有很多的就是保養成分 是喔 而且我們的海綿 都要吸力 是非常保濕 很保濕 老師 那個海綿可以給我嗎 不行 喂 好 等一下 洗乾淨可以送你 對 等一下老師可以教我們 教我們一些 對 教我們一些配布 可以啊 就是你從就是 基礎上完之後 老師我準備好給你畫了 好 他必須不想畫 黃沐妍 你直接 你很急喔 時間到了 耶 時間到了 耶 好 余希老師我們想要看你怎麼幫 就是我們教教大家說韓國藝人 他們平常臉就看起來真的皮膚非常的好 像可以掐出水 對 可是你剛說了不上粉餅 不上粉餅 不上蜜粉 到底怎麼弄出來 來老師 就是主要有三個訣竅 第一個呢就是保濕盆污 好 保濕盆污 好 上妝之前我們會先噴一次 那他現在有妝也可以噴嗎 有妝也可以噴 噴上去了之後 最有幸福的味道 對 散一散 散一散之後呢 要用海綿之前呢 大家也可以在上面 噴在海綿上 噴那麼濕啊 對 就是很濕是不是 很濕 用彈的 把他魚粉吸掉 對 魚粉先吸掉 然後正常如果你是 從蘇顏上妝的女生 也是一樣的步驟 嗯 好 彈上去之後 老師你可以每期都來我們節目嗎 好 謝謝 好 我想要坐在那邊看你講話就好 對 然後上完之後啊 其實大家都知道 韓國氣墊粉餅對不對 對 可是你氣墊粉餅直接上上去的時候 有時候會覺得 好像顏色有點太白 不然就是近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 欸好像有粉刺 對 不夠貼 然後脫妝的時候都一顆凍一顆凍的 其實在那個之前呢 你一定要先上一個東西叫做素顏霜 所以韓國素顏霜賣這麼好是有原因的 對 其實素顏霜 你們在打底之前一定會上素顏霜 一定會上 它其實不是新的東西 可是大家都 它也不是乳液 它不是乳液 真的 你們試試看 你們試試看 因為以前的這個素顏霜 好 為什麼有一顆一顆的 裡面那個是粉紅色的那個校色影子 就是可以讓你臉有一點 有點氣色 對 因為東方人皮膚偏黃嘛 所以你用那個粉紅色的頭髮去調會比較好 好香 而且我覺得我手要變更細節而已 老師我們很不想要打斷你 可是他們說你要快眼 好 沒關係 多久我都等 因為正常的素顏霜啊 此節目沒有時間啊 好嘛 都會像白膠一樣 就是上上去之後 你會覺得 哇 好假的白 可是現在新的 對 完全不會 它就是以保濕感為主 那這要在哪裡買啊 就是在韓國就都有通路 蛤 所以台灣買不到喔 台灣它本來要進 只是就是 你趕快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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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規比較遠 法規比較遠遠 我上半年喔 真的兩邊顏色都不一樣 而且大家有發現嗎 各位粉絲你們有發現嗎 因為其實小豬今天已經有上妝了 老師稍微用海綿幫它輕彈了之後 然後又素顏霜上上去 你有發現它皮膚完全沒有一塊一塊 而且它變亮耶 因為很多就是你補妝之後 你會看起來是一塊一塊 它是完全沒有它變亮了耶 我變亮了耶 對 除了我修容的地方有點明顯以外 這邊很亮 而且我還沒有上 就是你上完之後 你會發現 皮膚的水感其實很有 可是你去摸的時候 並不會覺得它非常的 是 好了 老師現在要上氣墊粉餅 對 上氣墊粉餅 大家都知道 氣墊粉餅沾了以後直接排對不對 對 在韓國其實沒有這個用處 是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蓋子 對啊 對 我們會先在這個地方 調整它的量 因為你直接這樣趴上去的時候 會很厚 而且會很白 會很白 就不夠透亮 所以它的那個蓋子 是要讓你在那邊弄掉魚粉 是要在這裡用那個 那大概要弄幾下呢 就是看你自己 均勻嘛 對 讓它均勻就可以了 所以各位 小沛不要學起來喔 雲屎老師說的 就在上面差不多這樣子 老師一邊講 線上一邊在說要買買買 你們要買什麼 這是台灣買不到 代購代購 代購 代購 而且老師你的粉餅 它有白色的那種 保濕因子在裡面 對 欸 你看一大堆人都說上錯了 各位粉絲們 你們趕快幫我們轉發這個 我們今天的 轉添我們今天的直播 因為要告訴大家很多 你很想要畫出像韓妞一樣 很漂亮的妝 可是大家都知道用氣墊粉餅 你不知道你今天用掉 多少氣墊粉餅 但是你可能是第一次聽 雲屎老師怎麼說 因為韓國女生都是這樣化妝 就是這樣子拍了以後輕輕拍上去 不用什麼技巧 就是主要是亮的控制 就是重點 兩邊真的有 有耶 那這樣子我們的那個 今天亮很多耶 水潤的這個 蕙喬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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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 還有眼妝 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對對對 永遠都不會結束 好馬上馬上 林英居 不要馬上 林英居粉絲 他直接說我要買芸汐老師 我覺得你的意圖太明顯了 對 好然後在韓國呢 我們在上這個唇妝之前 我們會用一個 就是有帶 老師你秀給鏡頭看一下 潤色效果的這個 這是什麼 潤色效果的護唇膏 就是你這樣子 推開之後 它就是有一點點潤色 自然的健康唇色 那你拿到那個是什麼牌子 台灣買得到嗎 這個台灣有 這什麼牌子啊 而且包裝已經看了 Innisfree 我們可以講 Innisfree Innisfree 那它是什麼顏色的 這是玫瑰紅 可是它擠出來看起來很紅耶 可是它擠出來看起來很紅耶 所以這算是有顏色潤唇霜 對對對 而且它這次的那個 裡面的配方啊 都是純天然的 所以它這個色素是 從玫瑰裡面萃取的 其實我覺得 如果要更像少女的話 我覺得其實也不用上唇膏了耶 它潤唇霜上去就已經很夠美了 對 老師你今天嘴巴是有偷上 像它剛剛 它剛剛 這個就 它剛剛先上這個粉 是那種蓋 蓋 把那個蓋斑 把那個唇先蓋掉這樣 正常 這個其實是大概三年前 韓國會這樣子畫 就是先把唇邊遮掉 對 但是現在最流行的 你注意看宋慧喬的那個 各大韓國女星 對 是同一個色系的 漸層的咬唇 就是我是要有唇線的 哦 可是我是邊線是 你是畫到三年前 不是 等一下 你畫到三年前了 我是因為想要給老師畫 好 老師你快點 你不要再打看它 它等一下沒時間了 就是邊線呢是 這種淡色的乾燥玫瑰 像膚色一樣的 是是是 然後中間的重點色就是 跟它一模一樣深色的 所以是同一個色系 同一個色系 然後一個是淺 一個是深對不對 一個深一個淺 一個用霧面的 一個用油脂的對不對 對 你看我剛剛在手上看 就會看得出差點 老師很多粉絲想要問說 你拿那個是什麼牌子的 這個是阿夢的 對 夢妝 夢妝 然後另外一個是Perry Pella OK OK 好 來 然後你可以就用這種筆狀的 就是淡色的這個乾燥玫瑰色 現在這個 各位粉絲你們要學老師的技巧 不是要一昧的稱讚老師很帥 大家都走很偏喔 所以不要特別 我覺得老師就是畫得很自然 就沒有特別畫那個唇型 而且重點是你有沒有發現那種韓劇的女主角 每個都看起來那個嘴唇的顏色都好自然到一個爆炸 就很像是你早上起床就是那個顏色 可是他們就是要很不經意的畫上去 然後沒有很明顯 有點霧霧的那種感覺 推開的那種感覺 好 老師現在拿了中間的那個比較深的顏色 深色的 那你就從中間 你看你剛剛都唇紋 你擦的那個就沒有唇紋 對耶 重點來了 重點來了 這種 扁的筆 扁的這個 它不算是唇刷是一種眼影刷 喔 眼影刷 可是我們現在都喜歡用眼影刷來上去 就把它畫 對 它覺得像花瓣一樣綻放出來 對 很自然這樣子 這很像以前我們在學畫畫 對 用很多筆 就是暈染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好了之後呢 再把邊線呢 整理乾淨就好 喔喔喔喔 老師拿了一個是遮瑕的對不對 對 遮瑕 然後跟著遮瑕比 那怎麼整理 整理要 就是這樣子把它的邊緣啊 像切那個唇線一樣 把它遮乾淨 你看喔 我只幫你用一邊 你看看效果就會差很多 你看一下這邊跟這邊的圈 喔喔喔喔喔喔喔 我看 這邊 欸真的耶 好多喔 好多喔 你看這裡的就會覺得 欸 好像有點 就是這麼完美 對不對 哇 完成了 耶 謝謝芸汐老師 幫我們拯救小豬畫了一個 聖惠喬妝 而且我們在網路上 一片粉絲 都一直在說 芸汐老師好帥 一面刀 你買一家什麼 我們都買喔 我記得 我記得以前來上的時候 粉絲都會說 老師好漂亮 然後小豬好漂亮 小豬加油 今天完全都沒有人在稱讚 我跟裡面的老師 完全沒有人 欸沒有人在管 欸有沒有絲雅在現場 對不對 絲雅妳有來 好我們等一下要給絲雅 絲雅鏡頭 好來我們謝謝小豬 來來來 小豬來這裡 你不要給我 你一直巴在那個位置 你給我回來 你給我回來 換絲雅換絲雅 好 那今天絲雅要挑戰誰呢 其實也是我們 算台灣之光啦 因為我們的 謝金燕姐姐 對絲雅很有信心 對 因為她上次超強 是 然後因為謝金燕呢 也是不老女神 就是她真的很動靈 然後之前出現在實裝之後 大家也是引起一番討論 所以今天絲雅要來挑戰 謝金燕的妝容 要畫出的是 逆齡的童顏系美女 OK 好 那老師你提點一下 好 因為粉絲很喜歡聽你講話 好 那謝金燕的妝容有沒有需要注意些什麼呢 謝金燕的妝容的重點呢 其實她的眼妝是比較偏歐美性 對 很煙巡 就是她是整個眼睛是框起來的 然後眼影跟打亮的範圍都是 從深到淺是直向式的 那韓式的是從重向式的 就我們是深到淺 可是歐美式的是從亮到神式 這樣子建成過來 是橫的就對了 對橫向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就是 因為歐美妝的這個畫法呢 會讓你覺得整個人的重點都在眼睛 所以唇基本上你就是用就是裸色啊 土色啊 今年比較流行的去做一點點綴就可以了 而且裸色土色也很適合秋天 很適合秋風 好的 好 那個絲雅呢她感覺很有想法 因為雲西老師一邊講 她一邊就畫了起來 對 有點想說有些是看了一下姊姊的 姊姊的妝 比較真的比較歐美一點 就是 然後還有全框式的眼線 而且斯亞這一盤的顏色是剛好 今年秋冬最流行的顏色 欸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對 就是杏橘帶乾燥玫瑰 哇哇哇這什麼 這是什麼牌子的 就是有點粉橘粉橘粉橘 好像是那個 那個 歐美的牌子 歐美的牌子 這個在Sephora 對 Sephora 像我都說這個 今年很像那種烘焙色系 烘焙色 對 就很秋天的顏色 好漂亮 好煩喔 橘粉橘粉 你會不會覺得剛剛小豬佔用芸汐老師太多時間 因為我們已經看到旁邊在舉辦班說 等一下 謝金燕就只選一個地方改就好啦 因為剛剛小豬用太多地方改來改去 我是不拿通告費的耶 好啦 好啦 我給你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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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但是因為思雅其實來我們節目化了幾次妝 她其實對於化妝的掌握度很好 還有她下筆的就是浴... 看起來很專業 她看起來非常專業 所以你剛剛一邊講 她就已經... 她已經研究過她做功課了 我覺得思雅應該在家裡有練習過 因為她完全都不care我們再怎麼說 對 我們都沒有在講話 她都不管 對老師好像沒有什麼感覺跟我們講 對啊 剛剛我在講解韓妝的時候 她跟我是蠻有共鳴的 真的 我們一直眼神有對到 那妳為什麼沒有跟我對到眼神啊 旁邊人對到眼神 我覺得思雅很厲害 因為剛剛老師有講說 那個姊姊的妝是比較注重歐美的那種眼窩 立體感 對 欸她下筆就馬上就把那個眼窩畫出來了 馬上就下去 我覺得她... 欸我的那個眼線筆怎麼不見啊 這些嗎 沒關係 芸汐老師有 這個這個這個謝謝 不要緊張不要緊張 我的畫法比較不一樣 是我會先從下眼線畫 你會從下眼線開始畫 你看連那個老師都... 老師都... 為什麼妳要從下眼線開始 因為啊 要調整眼型 因為我跟姊姊的眼型比較不一樣 喔姊姊的眼型應該天比較亮 我的眼位比較往上一點 但姊姊她屬於比較...就是那種 無辜的比較平的眼睛 對 比較平的眼睛 比較平的眼睛 欸妳真的有研究欸 對啊 真意欸 我要再把我的眼睛調得跟她一樣 下面往比較平一點 而且...沒錯 所以妳思雅如果從下眼線開始畫 有一個好處 是因為其實很多人現在都喜歡從上面 然後就會不小心很貪心 一勾了之後妳眼睛張開 就會變像蝌蚪的 喔... 欸滿多女生會變這樣子 很多都會這樣子 建議大家就是像思雅一樣 從眼睛下面 直接這樣往上對的時候 這個的高度跟勾度 是最符的眼線 因為其實我覺得很多女生都知道說 眼尾稍微要拉一點點 比較稍微小性感 可是大家拉的弧度以及哪裡要停比 好像沒辦法拿捏 比較沒辦法拿捏 就建議大家可以從下眼影跟下眼線開始 了解 好快喔 它很專業 對啊 然後 對喔 已經開始有 它很厲害 它現在開始 對 時間好趕 好可怕 不會 我覺得你很有掌握度耶 對啊 對啊 它從下眼線先勾勒之後 現在把上眼線整個就畫起來 跟姐姐越來越像 一個部位都不用改了 因為它畫得很好 哈哈哈哈 我的眼影還沒有畫 你為什麼要這樣獨佔芸汐老師的愛 我也要芸汐老師 各位粉絲 你們今天要在線上留言喔 因為我們今天要送給大家很厲害的 專櫃的 法品的 呃 很強的禮物 所以你們要留言 我們待會兒會抽禮物喔 但不要以 大家都一直留說 芸汐老師很帥之類的好不好 哈哈哈 真的人家跟我的手一直抖 手一直抖抖抖抖抖 很多 那個斯亞的粉絲都上來說 斯亞化妝技術非常好 超迅速 就是擦睫毛而已 一分鐘 真的 啊一分鐘 而且配上這個音樂好像秀場還是什麼 就感覺秀場對不對 不要穿這種秀這樣 所以我覺得斯亞應該平常化妝就很快 她很厲害啊 真的 她上次來化妝咻咻咻 把我們嚇到耶 真的耶 她上次來化是安世的仿妝 然後因為她本來臉就小 跟安世奈美惠的臉就看起來就很像 然後化完之後是真的嗎 30秒你這樣要逼死人家 我們是不是對小豬太好了 你看斯亞 她很專業她怕抖 她還用手扶住 對啊 她另外一隻手還扶住她的右手 專業 我在想說以前那種 那個你知道出到太久了 不是你知道以前黑色會美眉是不是都要自己化妝 對我們以前要自己化 所以就也那個 有訓練了一下 芸汐老師你知道斯亞她出道很久嗎 她從學生時代的美眉就出道了 我有上網看過一下她的資料 所以她們以前要自己化妝很辛苦的 所以她們一路這樣化過來 時間到了 好好好 那好 OKOK 好時間到了沒關係 我們請芸汐老師幫斯亞 好 完成 芸汐的眼睛 畫得非常好 就是該有的重點 就是下眼線跟眼影的這個勾勒 不會讓整個眼睛看起來非常的力 到很不舒服 對 因為你下面一定要用眼影去推才會呈現 就是這種比較無辜的感覺 沒有這麼強勢 那我現在呢就是幫斯亞改唇的部分 嗯 好 什麼 所以你的眼睛 眼睛不用幫她弄了喔 妳畫得非常好 沒有我可以改的地方了 真的嗎 真的妳很棒 超厲害的 很專業 姐姐的唇的重點在哪裡 重點就是在眼影的這個範圍的眼窩 還有就是整個那個煙燻的效果 然後跟眼線的這個勾勒 就是斯亞都有做到 那唇呢 主要就是用裸唇跟土色唇去做這個暈染 現在螢幕上 螢幕上看起來斯亞的那個暈染 眼影的暈染跟眼睛的部分 還蠻乾淨的 真的很乾淨耶 就很乾淨 對 對 因為暈染沒有做好就髒髒的 對 對 沒錯 沒有 因為她皮膚很白啦 對 她皮膚很爽好 而且她頭髮是不是沒有畫 感覺就整個就很好看了耶 對 好 老師 老師那你髒髒 老師那你髒髒 那你髒髒的很好看了 那你髒髒 老師我眼影還沒畫 讓你這樣畫一下啦 來 余希老師 尤其大家仔細看一下 斯亞現在的唇就是 是裸的 然後是橘彈色的沒有錯 但是因為今年秋冬開始是 流行比較有點帶 偏紅一點點的橘粉色 從這個姊姊的這個唇就可以發現 因為裸唇是比較之前流行的東西 會看起來氣色比較 比較像孫夏 對 比較孫夏的東西 那秋冬的話 我建議大家呢 就是可以用一點點就是 這支我也有耶 這個真的很好看 帶一點就是紅感的這個塗色 是 對對對 很建議大家 在秋冬的時候可以使用喔 那要怎麼樣畫出這個呢 可是像這個牌子 它也是超乾的 超級乾 喔 對啊 那個牌子很乾耶 對 怎麼辦呢 是三開頭的嗎 對 就三開頭 因為它比較彩度很高 所以就會把保濕度放棄掉 所以大家其實平常 保養唇真的要比較住 所以如果是擦這種 因為它又是霧面的 到底要不要先擦護唇膏 因為怕說 先擦護唇膏 還是先擦你剛剛這個保濕的 也可以先擦這個 可是大家一定會發現 喔好 很乾 我先擦護唇膏 再擦這個之後就發現 彩度下降 對啊 就不一樣啊 不夠漂亮怎麼辦呢 衛生紙 沒有 衛生紙 就是比較快速 可是其實沒有那麼好 就是建議大家可以利用眼影刷去做 喔 喔 又學到了 它彩度是高 可是有保持 老師你畫 你用剛剛那個比較偏橘 就是彩度比較高一些些的那個 好 對 然後在上之前呢 我也是先上護唇膏 好 老師 老師如果先上護唇膏 就整個步驟畫給大家看 因為如果說大家想要用 譬如說比較像土色的 或是比較乾一點點的唇膏的話 現在雲西老師示範說你要怎麼樣上 才可以讓那個彩度不會跑掉 然後你嘴唇又不會太乾 好 就大家在上這個唇的時候 你可以就是橫向上完之後 縱向唇紋再上上去 會讓它比較好吸收 現在雲西老師是在斯亞的下唇上了一個遮瑕膏 就是把唇邊描繪出來 讓它看起來比較立體 比較乾淨 一堆人想要看老師邊畫邊講 可以看到就是 跟剛剛我幫小豬畫的方式有點不一樣 是我已經有點蓋到唇裡面了 是因為唇形不一樣 唇形不一樣 加上歐美的這個畫法是 你必須得先把整個唇色的顏色 壓到很淡之後再上一個新的顏色 對 跟韓國的上髮有點不一樣 可是老師我覺得你拿那個遮瑕膏 看起來不會太乾耶 看起來有點保濕 對啊 這個也是韓國的 這個很紅耶 這個是所有的我們彩妝師在韓國 什麼什麼什麼牌子講出來 The Face Shop 它的遮瑕度很好 可是保濕度也非常好 OK OK 老師你一邊畫一邊講 我們在旁邊看就好了 時間有限了 對 我發現老師我跟妳的東西很多都 從... 真的很保濕 對 所以老師拿的是 這個是9號是不是 7號跟9號比較適合女生 7號跟9號 好 7號跟9號比較適合女生 可不可以小編幫我做一下筆記 因為我要買 7號跟9號的Face Shop的 好不好 然後大家上好這個 遮瑕唇編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直接把 剛剛我用的這個 紅磚色的土色唇呢 直接... 直接塗在上面 對 從中間慢慢的往旁邊運 喔 中間慢慢往旁邊 然後最後再拉唇線 還是要有唇線 對 好專業喔 好厲害喔 謝謝妙妙 妙妙幫我們做筆記了 7號跟9號 謝謝你 好 這樣子就完成了這個 很厲害 裸唇的土色唇妝 好美麗強喔 而且重點是跟我剛剛看到 拿出來那個顏色的感覺 我以為上上去顏色會很深很正很重 可是它畫完之後很美耶 就是在跟遮瑕膏的調和以外 你會發現保濕度跟唇紋 已經沒有像剛剛那樣子 什麼感 好 謝謝思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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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相信我跟葉婷老師在旁邊是看得非常非常開心 接著下來呢 我們畫完了彩妝 因為彩妝是比較秋冬的感覺 大家掌握秋冬流行時尚之外呢 其實頭髮對一個女生來說實在是太重要 所以接著下來呢 我們就要進入頭髮的部分了 一樣請兩位呢 要來幫我們示範一下 因為重點是如果說 頭髮要怎麼樣 要問一下葉婷老師 頭髮到底要怎麼樣 人才會看起來年輕 我覺得頭髮一定要首先第一個步驟就是要看起來豐盈 豐盈 蓬蓬的 因為我覺得不只有女生 男生其實也蠻追求頭髮的豐盈感 男生不僅追求頭髮豐盈感還要追求頭髮多喔 而且頭髮如果不豐盈的話 其實扁塌就會看起來臉很大 對 所以呢 其實我常常看到很多人就會綁馬尾啊 或是什麼就抓得很緊 其實反而很緊就會看起來自己臉大 你知道現在啊 很多日本或是韓國的女生在綁頭髮都流行手抓感 然後綁上去之後還要再把線條拉出來 要看起來是蓬蓬的 要製造一個是假後腦梢的頭型 對 這樣看起來才會年輕 好 所以呢 兩位都聽到提點了 我們先請小豬來幫我們示範 豐盈 對吧 豐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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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頭髮的話一定要 就是抓住老師的重點 蓬蓬的 所以我第一件事就是要噴這個 豐盈 蓬蓬 髮噴霧 所以你先帶來小妙招是不是 先把頭髮噴蓬就對了 先把它噴蓬 覺得它 這一點是有做功課的 因為其實這一罐我也很喜歡 因為這個蓬蓬把噴霧 這一罐豐盈蓬蓬把噴霧 但是它的動作有點不太 對 對 對啊 到底要怎麼噴霧 老師忍不住了 我覺得它這裡掌握得很好噴 但是它動作有點不太對 我本來要遷就這樣 很難拿 來來來來 林業婷老師忍不住動手了 對 因為髮噴霧其實很簡單 不是噴頭髮表 我剛剛就是髮噴 我剛剛這樣子拿 然後它有點難開 我這樣 對 它就噴 我噴裡面 老師姐幫你弄髮根不是嗎 對 對啊 而且最好是在那種 就是因為這一瓶是可以乾噴 也可以濕噴 最好是洗完頭髮那個時候噴 效果最好讓它定型 因為我剛剛有點狼狽 然後老師以為我來噴外面 沒有是要噴髮根的 沒有 而且重點是現在很多女生啊 都擔心頭髮它也知道說 頭髮要膨膨才會好看 所以現在其實蓬蓬粉賣得很好 但我曾經有看人家用蓬蓬粉 沒弄好之後會黏在上面 然後你隔天又沒洗頭超可怕 因為它那個蓬蓬粉 其實不太能夠濕的用 它會結塊 但是因為這個是乾濕都可以用 所以很方便 所以妳說這關的名字叫做什麼 風吟蓬蓬蓬髮噴霧 而且它很快就會有很蓬鬆的感覺 好蓬喔 對啊 為什麼那麼蓬啊 因為它一直很厲害啊 對 就會蓬 而且我覺得今年流行就是編髮 所以我這邊只要簡單的編一個就可以了 你確定妳要在蓬蓬蓬老師面前編髮 對啊 它是亞洲最強編髮達人耶 可是這個真的現在很流行三股變 我來看一下 好來 我們來看一下小說變三股變 我覺得它剛剛講這個髮噴霧 我覺得蠻有道理的 對 但是我覺得很重要一點就是 像我們現在很多年輕人想要 頭髮看起來風吟用那些蓬蓬粉 可是如果它是含有一些化學的話 其實反而會讓妳的毛細孔 就是妳的毛囊阻塞 對 然後妳就會 頭皮就會提早老化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可怕的事情 而且重點是我覺得這一關 我也有問題 來 請說 它可以洗完頭的時候直接用 那它是還 就是算是保養品 對 它是保養 因為它們是天然做的 所以完全不傷頭髮 所以我覺得還蠻厲害的 因為我個人也是用到一些不好的東西 是會過敏的人 其實我用它們家產品 其實都還蠻不錯的 其實它的牌子呢 是保養品的頂級品牌 臉的喔 我們知道 對 Sicily 然後這是它們另外推出的一個 頭髮系列 叫 Hairrature Hairrature 對 而且它們說用臉跟用頭髮 用一樣高級的東西 對對對 所以其實還不錯 都是很天然的 各位粉絲 現在很多人在網路上說 非常想要 如果想要的話 要記得林葉廷老師 待會兒講的所有的字 關鍵字 關鍵字給大家提示 因為我們今天 總共有10組要送給大家 所以請大家 仔細聽葉廷老師介紹 對 好 時間到了耶 還沒好 時間到了耶 時間到了耶 時間到了5秒鐘 我覺得它綁得是不錯耶 5 4 它把它夾起來 對 我覺得它綁得很 香菱說很想聞 我幫大家聞聞看那個味道 很香 它就是天然草本的味道 我好想噴喔 對 那個思雅是不是很想噴 對 來我幫你噴 幫你噴 你要噴裡面 一佩 對 而且我發現這個噴霧 它噴下去之後 它很蓬鬆 不是 它很蓬鬆 對 它不是 它是有一點點淡淡的花香 不是那種霧面的 它不是霧面的 而且它是完全的 那種草本的香味 你看我這邊 整個碰起來耶 我還沒有 我還沒有戳 對啊 它的那個味道是很舒服 是戀愛的感覺的味道 各位粉絲 而且它是完全無油 可以做到那個 頭皮的一個 油水平衡 所以它就可以讓你的頭髮 比較容易 挺起來 真的耶 真的 你現在整個就是 輕盈飄飄 對 它是一個 而且重點是這個可以 天然活性的成分 這個好適合跟男生約會的時候噴 對 因為它的味道很 而且我覺得很多人 都是騎摩托車對不對 對 然後有些人就是還到中午頭就油掉 對不對 其實如果你在那個要出門前 或是要做一些造型前 噴上這個的話 它可以撐很久 撐很久 我今天的頭就知道了 是 其實我早上出門就噴了一下 但是我來的時候其實也是坐著摩托車 但是我剛剛抓一抓又回來了 對 其實如果你有噴這個的話 你平常你就手撐進去 把它搓揉一下 然後把它稍微抓一抓就可以了 最重要的是它不會阻塞你的毛囊 了解 對 好 老師 那如果現在小豬這個頭髮 你要稍微幫它稍微一點點改造一下 好不好 稍微一點點 稍微一點點改造的話 其實我覺得它已經綁得很好 因為今年確實是流行這樣子的頭髮 那它剛剛就是把綁好的辮子 然後夾到這裡 對 就有點可惜 就是把它夾在裡面 其實就會隱形掉了 所以如果要稍微幫它改造一下 是我覺得這一條辮子 要讓它像一朵花一樣 花 要像那個蕾絲一樣 是要把它拉出來 對 要讓它更自然 老師有很多線上的粉絲 對 有很多線上的粉絲在問說 剛剛那一罐到底是什麼牌子 他們很想要 然後就是我剛剛講的 Cicely的 Cicely的 風盈蓬蓬 髮噴霧 它正確的名稱叫做 我唸給大家聽好了 叫做 Hair Ritual Cicely 各位粉絲 宜佩每次主持的節目 一定都會大透露答案 對啊 請你們記得 或是有小編 還是說譬如說妙妙啊 還有幾個我們的鐵粉 然後還把這個名稱記下來 一定會有好看 我覺得 你看這樣有沒有變成像一個 很漂亮啊 有粉絲說 這是頭髮界的愛馬仕 對 沒錯 Cicely的愛馬仕 你看有沒有這樣綁起來 有沒有像一條花邊 對 很美 其實我覺得那個小豬呢 他的頭髮 就是都會把它染得那麼淡 其實我們常常做一些化學的傷害 還有一些就是熱傷害 像用電棒捲 你看你還在夾那個玉米鬚 其實這個都很容易讓我們頭髮斷裂 但是我其實都沒有那麼斷 因為我都是用他們家的藏品 所以我要表啊又懶啊 可是其實我沒有那麼斷 然後看我這樣摧殘它 還可以保養得這麼好 我覺得這個就對了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頭皮呢 跟我們的臉是同一張皮 如果沒有好好的保養 其實很容易有皺紋 對 其實就會松滑下來 那除了說你用楓銀 這個髮噴霧膨膨的之外 其實應該是要從最基本 你從洗頭髮就要開始保養吧 對對對 因為有時候我們常常講說 保養臉部就要從洗臉開始 對不對 那其實你保養你的頭髮就要從 髮肌保養開始 什麼叫髮肌 頭髮肌膚嗎 答對 送 送 我問我問我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沒有不好意思 好啦 待會送給你 髮肌是頭髮肌膚喔 對 而且我很喜歡他們的洗髮肌 就是它一個呢 第一個是豐盈的 第二個是強刃 所以我自己是兩個都買 因為這個是消耗品 那我就因為我天天洗頭 我們就要先把頭皮洗乾淨 而且頭皮洗乾淨之後 其實也要讓你的毛囊很健康 那我就會一天用豐盈 一天用強刃 就交替使用 對啊 因為這是消耗品 一定要有這個量 你不要我都用豐盈 我都用強刃 其實對我來說 因為我常造型 所以我強刃也要很重要 所以我就會一天用豐盈 一天用強刃 我覺得這種 它的洗髮精非常的 草本天然的香味 而且重點是聽說 它們的配方都很天然 天然 而且我覺得最重要是 它很綿密 你只要擠一點點 我試用給大家看 他用它那一罐 你看 我喜歡這個味道耶 是很像森林裡面的味道 好像森林裡面的味道 超棒 來 黎耶平老師試給大家看 它輕輕的在手上 就可以起出泡泡來 而且它的泡泡很細緻 對 好 再幫我們 油油油 其實你不用太多 馬上就有泡泡 那個泡泡是 來 聞聞聞聞聞看 斯亞可以聞聞看 好香喔 很香 而且它的那個香是很像 在森林裡面的那種香 是舒服的 對 好本香 你看 很香啊 很香 所以我覺得 不管你是想要強韌 或者是你想要豐盈 我覺得你要先把頭皮洗乾淨 因為老師如果說頭皮 我們沒有照顧好 會讓頭髮產生什麼狀況 如果你頭皮沒有照顧好的話 你的頭皮 因為我們毛囊 本來可以長三到四根頭髮 你就會一低頭 就會發現 你的頭髮已經開始稀疏 各位粉絲 因為你的毛囊 裡面可能只剩下一根 或甚至剩下兩根 甚至是沒有半根 像一般你看我們低下頭 你不會看到我們的頭皮 對 沒錯 各位粉絲你們趕快低下頭 拿個鏡子照 看有沒有看到你這邊有空洞 表示你的毛囊已經在萎縮了 對 其實我覺得毛 然後那個頭髮的那個 我們這是什麼節目啊 哈哈哈哈 歡迎大家頂算命還是什麼 即使叫我低下頭 心想說怎麼回事 我覺得宜配還好 對 宜配還好 但宜配其實就是跟我一樣 就是我們可能經常要造型 經常要使用很多造型品 我覺得洗乾淨還有風吟也很重要 剛剛那個Hair Rachel by Sissy 所以趕快救救我 我們要強韌的 對 強韌 因為造型的真的需要他 沒有 我兩罐都要啊 強韌跟多瑜老師說要懂 對 要兩個東西 還有一個重點呢 就是會顯年輕就是頭髮很好 對 頭髮很好 這是今天的point 你又發現那種看起來老的人 是感覺頭髮很像稻草 然後是這邊看起來空空的 他就是看起來老頭 那我還要 講禿頭很可怕 好可怕的啊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說 平常我們會在臉上 擦很多保養品 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頭髮 有時候不需要太多 但是需要有一種就是精華液 我一定要推薦 你是說頭髮的精華液嗎 對 而且像我自己都有在用 所以我的頭髮就還是很豐盈 對 我已經是年過半百的 不要這麼說 真的假的 真的好怕 真的真的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老師你不要逼我去google 查你的資料 維基百科 大家都知道啦 沒有 你在我面 你知道我們都一直在你 大概三十幾歲而已 沒關係 謝謝 我等一下還是會鬆 所以這個是頭髮的精華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好用 因為我相信很多人 頭髮 頭皮髮肌沒有照顧好 其實你的毛囊 如果衰老的話 其實會產生的就是頭髮會長不出來 會稀疏對不對 那還有一個就是白髮 對不對 所以你覺得你的毛囊是不是要 也要跟皮膚一樣要抗老 當然啦 對 要延緩它的老化 我們通常都對臉上的皮膚很好 但對頭髮的皮膚都不好 都沒有去幫它 可是問題是你知道這樣延伸上去 是同一張皮耶 對 所以要怎麼使用啊 好 它迫不及待 因為我用過這一些的 我還沒用過精華耶 我想要聞聞聞看那個味道 可不可以滴滴 這個非常的珍貴耶 沒關係啊 我們都拿來了 好 珍貴 而且我老公也是非常贊許這一瓶耶 因為很多人都不太敢擦很多精華液在頭皮上 因為覺得很油 而且這一罐是讓你洗完頭才擦的 很多人都覺得說 洗完頭才擦 那我頭髮是不是又塌了 它會有一點那種擦上去 會有一點點涼涼的感覺 有一點茶素的感覺 對 它完全都是天然的活性成分 所以它不會造成頭皮的負擔 而且它反而會讓你的毛細孔 可以達到油水的平衡 然後讓你的頭皮的那個 讓你的頭皮可以 小豬你真的賺到了 對 真的 哇 你好高 來第一點 我頭髮是不是很多 你只要把頭皮從鼻樑這邊中心線 然後放射狀 這樣一邊三行一邊三行 然後最重要就是你的零蓋骨 各位粉絲我要回答你們的問題 因為我剛剛已經先試用了一下那個精華液 試用在手上 那個精華液擦上去之後 它是完全不油 因為很多人會聽到精華液這三個字 都想說會不會很油 然後很怕精華液會怕精華液油油 我剛剛試在手上 你看一下我手上剛剛滴了精華液擦過之後 非常的清爽 它一塞就吸收了 它完全不油 很舒服 所以不是油的那種精華液大家不用怕 然後再用指腹去搓揉它按摩 好舒服 很舒服 然後尤其你在頭髮洗乾淨之後 其實它整組還有那個髮膜 就是像我常常要用熱傷害 我就還是會護一下我的髮絲 一定要 對 但是如果你覺得說 我們平常沒有長造型 那其實只要照顧好你的髮肌就可以了 對 而且我覺得用完感覺 妳看我吸 頭髮更透氣的感覺 頭皮 頭皮更透氣 而且妳真的不用多 老師妳剛剛不是說那個很珍貴 妳幫她用太多了吧 沒有我就是一個髮際線 一個區塊對不對 對 用3D 好舒服喔 然後妳再用手搓揉開來 好幸福喔 然後妳平常就這樣子 所以這是洗完頭髮馬上用 對 洗完頭髮 然後水分擦乾 水分擦乾的時候再用 然後妳就會發現說 其實它一點都不會油膩 老師妳也可以用喔 老師妳也可以用 按到它吸收之後 然後不用沖掉 因為像這麼珍貴的 妳就要讓它留在頭髮上 幫妳的頭髮等於達到 油水平衡的效果 對 它可以維持一整天的香味 然後也不會讓妳的頭皮 產生任何的負擔 妙妙很可愛 老師說一個髮際線3D 他也把它筆記下 喔 一個髮際線3D 乖 乖 而且我覺得 妳在保養的時候啊 我覺得是妳有看過 禿頭 就是頭髮掃 掉髮都是以這一圈為主 所以特別保養的就是 臨蓋骨這個部分 妳一定要用從中間來放射狀 一直到最後妳的這一邊 後面有一個凹下去的地方 枕骨就是我們枕頭躺的 這個凹陷的地方 妳要放射狀這樣子 了解 對 一邊刪痕 一邊刪痕 然後妳再這樣子把它按摩開來 就可以了 各位粉絲好康的要來了喔 在李葉廷老師按摩的同時 我們今天就要送給大家 10份的 Hair Ritual by Sisley 他們很高級的產品 我們要送給大家10份 而且我覺得像他們這樣 少女 對 他們這樣少女 常常比如說絲牙都把頭髮漂得很淡 對 其實就很適合 而且一定要這樣子的保養妳的髮肌 了解 因為常常做這個化學傷害 其實會提早我們的毛囊的老化 真的 所以現在這麼多 就像我們愛漂亮 會喜歡很多的彩妝 妳是不是要敷臉 對不對 那妳如果喜歡很多頭髮變化 髮色的變化 所以要照顧頭髮 更要照顧妳的頭皮 髮肌 髮肌 所以現在不是只有護妳的頭髮 是要從髮肌開始 了解 我們現在馬上要送10份 有豐銀洗髮精加髮膜加髮精華 就是一個set 好幸福喔 我們要送給大家十組的試用包 我要趕快留意 妳看我剛才用完 是香的 而且完全沒有留意 妳看我塗那麼多在它的頭上 所以其實它是非常舒服的 我們今天現場有五個人 我們總共要送十份 我們一個人選兩位好不好 妳現在幫我選兩位 趕快看一下留言 直接幫我們選兩位 來思雅妳有選到的話 我看一下我 我可以到前面看嗎 可以可以 老師妳看我這手機 OK好 我是這邊 妳們可以看妳們自己選 妳們可以看妳們自己選 妳們快點沒想要選誰 侯姓男 我要一直滑 侯姓男 有一個叫侯姓男 好 侯姓男 應該是侯姓男子的意思 然後一個叫什麼 妙妙妙妙妮 侯姓男妙妙妮 超需要Hair Rachel by Sicily 超想要 髮肌髮肌髮肌很重要 舊舊我的頭髮 髮界的愛瑪士 抽我抽我 拜託一片女神 思雅女神抽妳囉 老師好像要抽 然後來 芸汐老師 她說她要抽那個 葉佳麟 恭喜葉佳麟 老師再抽一個 老師再一個 好 我要看 好 趕快抽 我跟妳講 我要抽一個叫 她說Hair Rachel by Sicily 我要 好 然後再一個叫做 Ramy Tan的 我要我要Hair Rachel 欸你們兩個會選 老師說沒有時間 只有33秒 張怡辰 張怡辰 這個是誰 羅欣欣 我想要抽吳湘麟 因為她想要問我的頭皮 好 吳湘麟 張軒辰 然後 還有幾個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葉佳麟說Wow 就送給妳了好不好 已經說過葉佳麟了 好 我們來潑潑噴霧 我們選一個 太好了吧 我要 潑潑噴霧 選一個選一個 李文麟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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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希望大家 帶回產品之後 一定要使用喔 然後最後 要請大家來 告訴大家 因為呢 10月份 我們有上一個 很厲害的節目 叫做 《森林之王》 《森林之王》 馬上就要 在10月份 10月12號吧 10月12號就要播出了 所以最後我們來看看 《森林之王》的VCR 最後也謝謝雲汀老師 謝謝葉萍老師 謝謝葉萍老師 謝謝小蘇麟娜 謝謝小蘇麟娜 下個禮拜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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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吃小蘇麟威 有錯 小蘇麟威 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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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